那么下面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卷积和迟化,咱们该怎么样进行一个操作 咱们在这里定义了一个函数,也就是说咱们接下来的操作,咱们的一个前向传播,是在咱们这个函数里边完成的 在这个函数里边,咱们首先先做了一个什么,咱们来看,有一个TensorFlow.reshape,这个reshape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的意思就是说要给大家提个醒,首先呢,咱们要对咱们的输入进行一个简单的预处理 做什么预处理呢,咱们需要把咱们的输入格式转换成TensorFlow所支持的一个格式 那么TensorFlow支持什么样格式,咱们来画一下 TensorFlow所支持的格式是一个,首先它是一个四维的,这里大家需要注意 咱们一定要把数据转换成四维的,有个同学可能说了,老师我今天想一张图像一张图像进行测试 我没有那个by size怎么办呢,那么你就需要让这个by size等于1 就是说,咱们一定要先要把它给reshape成一个四维的东西 那么咱们一维一维说,第一维什么,第一维就是说咱们一个by size的大小 咱们用N来指示,那么第二维呢,就是说咱们图像的,或者说咱们输入的一个H 第三维是咱们输入的一个W,第四维呢,是咱们输入的一个深度 或者说咱们图像的一个channel,咱们需要按照这样NHWC 这样的规则,先把咱们的数据做一个简单的变换 咱们来看,这里咱们是不是说H是等于28的,W也是等于28的吧 然后呢,它的一个通道数,因为咱们是一个回路图 所以说呢,它的通道是等于1的 这里有一个-1,-1是什么意思啊 -1啊,就是说让咱们的,让咱们tensorflow自己去做一个推断 因为呢,咱们是做,把input做一个reshape吧 其实啊,咱们做reshape的时候,咱们只要确定了 其中的,咱们有一维是没确定 但是确定了其中为,其中的其他所有维 那么是不是啊,第一维也能够算出来啊 也就是等于啊,咱们之前reshape啊,所有维成绩的一个和 再除上28,再除上28,再除上这个1 就能够得出来咱们第一维的一个大小了吧 所以说啊,咱们第一维是可以推断出来的 如果说呢,大家想让tensorflow去帮咱们去推断一下第一维是多少啊 咱们也可以用-1来去代替啊,这样一个实际的值 然后下面啊,咱们把这个输入啊,给它做好之后 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第一层卷积了 咱们来看,卷积的操作啊,在tensorflow.nn啊 也就是说,咱们接下来啊,在神经网络 在卷积神经网络啊,或者是rn网络啊 咱们都是要用tensorflow.nn这个模块 在这个网块下,咱们调啊,conver2d 也就是说,咱们实际的对咱们的输入啊,进行一个卷积 那么下面啊,咱们就来实际的啊 不是,下面啊,咱们就来重点 所以说,咱们这个conver2d啊,这个函数啊,是怎么一回事 首先啊,咱们还是啊,需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它的输入啊 咱们来看啊,它第一个输入是咱们刚才啊 做好reshape的这个输入网 这个输入啊,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大家都理解了这个输入是什么意思 然后呢,第二个参数啊,是wce 这个w是咱们刚才所造的这个字典吧 也就是说,咱们取了第一层的参数啊 第一层的参数,咱们需要啊,给它按照这样一种格式啊 第一个格式是一个filter的h,第二是w 第三个呢,是这个in的channel 第四个是out的channel啊,大家不要忘了这一点 然后呢,咱们还需要指定这样一个stread 大家看啊,就是说这里啊,stread指定的好像有点奇怪啊 咱们在这个cafe里边怎么指定stread啊 直接stread等于1或者等于2就OK了 但是呢,这里啊,咱们可以设置一些额外的东西 我们看啊,其实呢,这个stread啊,它有一个要求啊 要求咱们把这个stread定义成一个四维的格式啊 也就是说这里吧,需要填充四个数 那么这四个数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个1啊,代表的是咱们在batch size上的一个stread大小啊 第二个1呢,代表咱们在一个h上的stread大小啊 这个呢,是代表w,这个是代表channel上 也就是说啊,咱们可以定义一些其他的东西啊 咱们可以定义的东西啊,稍微多了一些 那么一般情况下呢,咱们啊,就是说让这个stread啊 嗯,咱们让它去啊,在咱们的h和w上进行stread就可以了 咱们的batch size还有channel上,咱们一般啊,让它等于1就是可以的 这里呢,咱们可以让这个,如果说啊,咱们想一个stread等于1 咱们一般情况下,让这个h和w都等于1 如果说你想stread等于2呢,咱们就把这个h和w都改成2就可以了 然后后边还有这样一个padding 嗯,咱们拿这个print打印一下吧 下面这块忘说了一点 其实呢,这块给大家说一点就是说 当咱们啊,拿到了一个函数之后 咱们比如说tensorflow这个点 tensorflow.nn.converd 这个函数啊,咱们现在不太了解 咱们该怎么办呢 咱们啊,其实可以print一下它的一个帮助文档 咱们来看 直接print一下这个help,help里面输入什么 输入咱们当前不知道的这个函数的名字啊 tensorflow.nn.converd 咱们来打印一下 我们执行一下运行之后啊 大家可以看,就是说 下面给咱们输出了一些咱们帮助的文档吧 在这个帮助文档里啊,咱们就可以来去看一下它的一个输入啊和输出的要求 以及呢,一些参数啊,它是什么意思 咱们来看 这个converd啊,上面咱们就不说了 咱们来从这看 它是说什么 它是说咱们的input input呢,它需要有一个shape吧 也就是说咱们刚才啊,为什么做了reshape这个操作 因为呢,tensorflow这个converd里面给咱们定义了一个东西啊 就是说它需要的一个input的 是一个这样维度的 第一个是一个batch啊 第二是hw还有channel 然后呢,还有一个filter吧 filter怎么指定的 filterh,filterw 它连接的一个输入的channel 还有它,想得出来多少个特征图吧 这些啊,如果说大家不知道某个函数的情况下 咱们也可以通过这个print help这个函数啊 来去看一下tensorflow啊 给咱们提供的一个帮助文档 虽然说啊,这个帮助文档里边没有太多的例子啊 但是啊,一些形象的解释 也可以帮助大家快速理解一下这个函数 咱们刚才说到哪了 咱们刚才说到了这个padding这个项了吧 我看一下在那 咱们来看啊,这里边它有一个参数啊 这个stress咱们刚才说过了 需要指定这样一个思维的吧 那么下面啊,咱们再来说这个padding 这个padding在tensorflow里呢 其实啊,它只有两种选择 一个是same的模式 一个是这个wallet的模式 那么下面啊,就给大家画一下啊 这个padding的两种选择啊 分别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啊,咱们现在就写这么一行吧 一二三四五六七啊 就七个数吧 咱们要拿这七个数啊 先做一个黄洞窗口 然后呢,做卷七吧 比如说啊,我第一次是一个这样滑 然后呢,七八吧 然后呢,第二次啊 咱们隔这么多,再进行一滑 咱们来看啊,现在滑了两次 每一次呢,咱们窗口都是一个四吧 然后大家想一想 下一次是不是要从六滑了 下一次从六滑啊 是不是说,哎呀,数好像不够了 没有零了 那该怎么办呢 对于这种情况下来说啊 就是说,咱们padding不是有两种选择吗 一个是这个same啊 大家再看一眼 一个是这个same选择 一个是这个wallet选择 如果说呢,咱们现在啊 指定了一个piding项 让它等于same 它会帮咱们怎么办呢 它会帮咱们啊,在这加一个零 如果说啊,这块加一个零了 是不是说,咱们就可以完成这个窗口了 如果说,咱们来看啊 现在只有六七这两个数怎么办呢 那么,如果说现在只有六七 哎,没有这个八 那么这个piding啊 咱们让它等于same的时候 它就会帮咱们自动填充两个点啊 就是说,这个samepadding啊 会非常智能的帮咱们进行一个填充 填充完之后啊 会让咱们这个卷积啊 进行的,进行到最后 如果说,找不出来 这么凑不上来这么个数了 它就会拿零帮咱们进行一个填充 这就是一个same项 然后呢,这个wallet项什么意思啊 wallet项,咱们还是拿这个七八来举地吧 是不是到六这后面没有了 没有的情况下 如果说你不让它等于same,怎么办呢 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不做了 只做这两步就完成了啊 不再拿六去往下滑了 也就是说wallet的项对什么 wallet这个项,它相当于不进行一个填充 如果说呢,你让它等于same相当于什么 same相当于进行一个0的 相当于进行一个0值的一个填充 这就是咱们padding项的一个选择 也就是说,咱们在参数这里啊 看这里啊,有一个padding 咱们如果说,让它等于same 它们就会帮咱们进行一个0值的填充 如果说呢,你让它等于wallet的,它就会不进行咱们这个 0值的一个填充 这个padding项只有两种选择啊 一般情况下,建议大家选择这个samepadding 然后呢,选择完这个samepadding之后啊 咱们还可以接着往下进行啊 接着往下进行就是说 咱们现在啊,进行了完了一次卷积了吧 进行完一次卷积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说还可以对网络啊 不是说还可以对网络啊 就是说咱们卷积完之后啊 是不是接着要连一个非线性的激活函数啊 咱们还可以选择这个软路激活函数吧 其实啊,在咱们这个卷积神经网络当中啊 咱们更常使用的啊,就是这个软路激活函数 然后呢,说完咱们这个卷积层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还有这个pooling层啊 其实啊,这个pooling层跟咱们的这个卷积层啊 输入和输出啊是差不太多的 咱们来看 咱们这里啊,还是在tensorflow点这个NN模块下 选择了这个maxpooling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呢,它的输入啊 也是咱们的一个,它的输入啊 其实就是咱们的一个卷积的输出 在通过了一个软路激活函数的一个输出啊 就是说,拿到了这个,啊,杠,cover1 然后呢,咱们要对这个输入啊 进行一个maxpooling吧 做maxpooling啊,咱们需要指定一个 呃,一个窗口大小吧 也就是说,咱们在多大的一个区域上 进行一次pooling 这里呢,这个ksize的选择啊 其实跟咱们那个,呃,这个ksize的选择啊 咱们来看一下吧 这里啊,咱们也是可以来打印一下 咱们的这个帮助文档啊 咱们可以在帮助文档上来看一下啊 我们来看这个ksize 这个ksize啊,就是说,嗯,咱们现在需要选择一个window 那么选择的这个window啊,是在每一个维度上 那么这里呢,咱们来看 咱们这里啊,是不是指定了四个维度啊 第一个维度代表什么 第一个维度,它这个维度啊,是跟咱们输入 是一一对应的 第一个维度呢,就代表一个batchsize的维度啊 一般情况下,咱们都让它是等于1的 然后呢,第二维度是什么 第二维度是咱们的一个h吧 咱们让一个h是等于2的 w也是等于2的 也就是说啊,咱们现在选择出来这样一个2x2的窗口 在这个2x2的窗口上呢 咱们现在选择出来一个区域了吧 选择吧,一个区域啊 咱们没完,还需要指定什么 还需要指定这样一个stride吧 这个stride,咱们指定了一个2 也就是说啊,其实咱们这个卷积上来说啊 一般咱们用一个2x2的pooling 然后呢,咱们用stride等于2 这个做法是比较常规的啊 咱们这个stride,我们看 前两个也是1吧 也是把这个直吧,这个h和w复成了2 然后呢,这个pating项也是咱们可以选择的 那么这样,咱们就完成了一次pooling的操作 完成完了这个pooling操作之后啊 咱们还有一个,咱们还其实啊 还可以玩一个东西啊,叫做什么 咱们之前啊,在讲咱们神经网络的一个概念的时候啊 咱们是不是说过这个jobout这个概念啊 jobout什么意思啊 jobout是不是说 当咱们在网络进行训练的时候啊 咱们不让所有的神经元 或者说不让所有节点 都加入到咱们网络的训练当中来吧 咱们需要随机的杀死一些节点 那么这个随机杀死的节点啊 咱们在cafee里边 咱们可以添加这么一个jobout这么一层 那么在tensorflow里呢 咱们就可以调用这样一个函数 tensorflow点还是n这个文化下 它也有一个jobout的函数 拽放函数啊,咱们可以输入啊 咱们的一个 第一个参数啊就是咱们的一个输入 第二个参数啊就是咱们的一个比例 比如说是0.6,0.5啊 这个0.6,0.5啊 代表着是咱们一个保留的比例 如果说你想保留0.6啊 咱们就在这个参数上设计成0.6就OK了 那么咱们现在就是说 说完了一层的卷机 一层的迟化 咱们是不是还有第二层卷机 加第二层迟化 其实啊 这个第二层卷机 加第二层迟化 跟咱们这个第一层来说啊 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这里啊 咱们就不再重复句说了啊 在咱们代码当中啊 也是给大家体现出来了 还是可以加这样一个jobout的 然后呢 咱们啊 卷机迟化完了之后 咱们要干什么啊 这两个件事做完了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还有一个全连接层啊 咱们来看啊 这里全连接层 全连接层 咱们连的是什么 咱们来看啊 全连接层啊 咱们是不是说 先要把前面的东西啊 做一个resource啊 还是需要做一个7乘7乘128吧 在这里咱们来看啊 我们在哪里啊 这呢 咱们还是啊 需要把咱们之前当前的一个 一个输出啊 做一个resource 给它转运成一种向量的形式 做完了这个resource 咱们看啊 resource其实有个小窍门啊 咱们可以啊 调这个WD WD什么 首先来说啊 WD是一个tensorflow.variable吧 对于这个tensorflow.variable 这个变量来说 它有一个get shape get shape呢 咱们就可以拿到这个 7乘7乘 这个77128 咱们可以啊 把这个77128 改成一个list 然后呢 咱们通过这样一个结果 来去啊 说咱们当前的一个 嗯 这个全连接层 它需要连的一个输入 是等于多大的 然后呢 定义好了 咱们这个全连接层的输入之后啊 咱们就可以让这个 全连接层进行一个连接操作了 这个全连接层连接操作啊 跟咱们神经网络是一模一样的 它就是这样一个WX加B吧 所以说 咱们在这里啊 用一个WX加B 我们看这里是一个 嗯 W乘X 然后呢 再加上这个B值 然后呢 把这个结果啊 再通过一层 非线性的机会函数 软路啊 就得到了 咱们当前这个FCE的一个结果 FCE呢 它其实啊 也是可以加上一个 JOPOUT这个层吧 其实啊 实际当中啊 咱们经常是在这个 全连接层上 加上一些JOPOUT的 然后呢 FCE完了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还有一个FCE2啊 这里啊 咱们就用OUT来表示 咱们第二层全连接层 第二层全连接层呢 FCE乘W再加B啊 这个就很简单了 咱们就可以得出来 最终这样一个结果了 得出来最终的结果之后啊 咱们就可以来去 嗯 现在啊 咱们是不是说啊 那一个前向传播了 前向传播啊 这个模型 这个股价 咱们构造好了之后 咱们啊 就可以来去玩这个事了啊 咱们就可以来去 嗯 去构建咱们的一个 迭代的东西了啊 还是啊 像咱们之前一样 用PLACEHODER啊 去占位咱们的X和Y 然后呢 这里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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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EP RITUAL啊 也是咱们用了一个 PLACEHODER去占位的啊 咱们JOPOUT 也可以动态的 给它添加进去 然后呢 这些操作啊 咱们就不再说了 跟咱们之前的 呃 就是说 跟咱们之前啊 说的是一样的 还是怎么样去 定义损失传处啊 定义一个优化器啊 这个咱们就不说了 咱们来说一下迭代吧 迭代其实 嗯 也没有什么太多好说的 跟咱们之前的结果 是一模一样的 这里啊 需要给大家注意一点 就是说 我做了一些稍微改变 跟咱们之前的神经网络 看这里啊 其实呢 咱们这个BATCH啊 应该是怎么算的 咱们BATCH是不是说 一个EPO时 要迭代完所有的图像啊 但是在这里啊 咱们现在定义的网络结构啊 稍微比较复杂 所以说呢 计算量比较大啊 如果说咱们用一个 拿所有的BATCH啊 都来跑这个网络啊 它会跑得非常慢 所以说呢 这里啊 我把这行给它注视掉了 我就直接取了这个TOTAL BATCH 让它等于10啊 咱们只是简单的 做这样一个示范 然后呢 这个BATCH SIZ啊 我也是改的比较小 正常情况下 这个BATCH SIZ 应该稍大一些 那么下面呢 就是咱们的一个运行的结果啊 咱们就 我就不让它去运行了 运行 单独再运用一遍啊 时间还是挺长的 比较浪费时间啊 咱们就拿这个结果来看一下吧 可以看结果啊 就是说 一开始啊 咱们的一个 网络的一个 网络的什么吧 就是说 网络的一个LOSS值啊 还是非常大的吧 然后呢 是不再不断的减小的 然后呢 咱们的一个精度值啊 是在不断的精大 脏大的 也就是说啊 咱们当前的 这个卷积神经网络啊 确实发挥出来了一个 比较不错的效果 那么大家也可以 我也是推荐大家 就是说 咱们也可以自己啊 画一个卷积神经网络 比如说呢 你想画一个三层的 或者说啊 如果说大家不知道 该画一个什么样网络 那么我推荐大家 可以啊 咱们简单来玩一玩 用一个ElexNet是吧 ElexNet 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吧 那个八层的网络 咱们可以啊 把这个ElexNet模型 把这个参数都拿出来 然后呢 咱们自己去算一下 每层的参数 咱们自己呢 去做这样一个 初始化的操作 初始化操作完之后啊 咱们实际的 写这样一个 前项传播啊 也就是说 网络计算的一个流程 然后呢 起完这个流程之后啊 咱们也可以去构造 这样一个计算图 构造完这样计算图之后啊 咱们是不是也可以自己 去玩一玩 当前咱们训练的这个网络了 那么关于这个卷积神经网络啊 就给大家啊 先讲到这里了 船长